台湾的5G产业现在进行如火如荼 速度还加快 而且是双轨变形 以外 以内 什么意思呢 来请看 温良请上来 国外所指的就是 我们台湾的联发科 吸了三个好朋友 带了三个好朋友 瑞士的瑞士电信 瑞典的爱立信 大陆的欧波 带了这三个partner一块到欧洲 加快欧洲的5G网络进程 所有的细节未来都会交 这是外欧内中华电信 要是不说这个主题 我还不知道 中华电信的资本书 台积电的好 不就从资本支出看得出来吗 剧名也教过大家 资本支出是看未来的发展性的 中华电信的资本支出 您看 创始高位431.5亿元 5G的比重逼近三重 两个新闻 帮我们看5G的未来 好 那先来看这个联发科的大动作 那目前来说的话 算是欧洲非常重要仰赖的 一个5G晶片厂了 因为目前就是跟瑞士电信 爱立信还有OPPO 一起加快欧洲在5G上面 往独立组网来做发展 什么叫独立组网 对这就是一个关键字 其实现在5G时代 分成大概两种路径 一种就是非独立组网 一个叫做独立组网 差别在哪 我简单做个比喻 如果你原本开一家餐厅 然后店里面摆了几张桌子 请了厨师 请了服务生 结果每天都刻满 结果老板 因为发现到 店面现在的座位数不太够 容纳这么多的客人需求 所以决定多塞几张桌子 你是不是会带动更多的顾客来速 容易传染 对 好的继续 对那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原本的餐厅 那个就叫4G 那我多摆几张桌子 可以容纳更多的顾客来速 那这个就是非独立组网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有些5G 它是藉由既有的4G的网路 但是我必须去加大 做一些5G基地台 5G设备的投资 我懂了啦 来一个白板 这就是上次人家讲的 那个中国大陆的假5G 来一个白板 4G 4G因为已经有架构了吧 就在4G当中 补一点这个 补一点小A小B小C 就速度加快 就变成5G 是这个意思 没错 OK 对那当然 你这个4G跟5G 有点共用的一个前提之下 对对对 就像瑞涵姐刚才讲到的 那就会造成容易传染嘛 容易生病嘛 所以其实所谓的一个5G 真正要求到什么 就是高速率低延迟 那它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你不好意思再补充一下 你说这个叫做什么是 这个是非独立 对 这个叫做非独立 那我懂了 你把它记成 因为本来是4G 它只是约略再升级一下变5G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5G 叫非独立 那您再画 那如果是5G独立的呢 独立的呢 就原本这是4G 那我就开了第一家店 后来发现这个顾客数真的很多 声音太好了 我干脆重新开一家店 全新的5G 我单独分开来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5G真正的它的高效率 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而且您知道吗 独立的 这个是非独立哦 在我卫良讲的好 这边的是独立的5G组网 差别在哪里 跟您报告 如果5G 这个就是纯5G 速度快了 更厉害就本提了 但是呢 本来这边用的 小A 小B 小C 小X 这边不是 因为它是独立的 你必须要用大A 大B 大C 大D 什么东西都来新的一套哦 没错 商机更大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说 左边这种非独立的呢 它只是比较类似5G 或者说它算是一个过渡 那真正的5G 真5G的实现 其实靠右边这个独立的 独立组网5G 轻调这样知道咯 回到字卡 所以呢 它联发科带partner 过去欧洲是 做的是独立组网真5G 对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中国跟美国 已经开始往独立组网来发展了 所以欧洲现在要赶快 激起直追 所以呢 也有点像是联发科 加入了人家的国家队 去帮忙 因为它提供5G晶片 那电信商提供电线电缆 另外呢 爱立信是最强 就是在它的基地台的部分 OPPO手机的软硬体 所以结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欧洲呢 未来在5G实力也会很强 跟您报告 独立5G的系统 基本上美欧是一个体系 中国是单独一个5G体系 好 那5G真正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低延迟 高效率 大频宽 这个就是真5G的特点 低高大 那有了这个低高大的特点之后呢 其实后面的商机跟应用 其实才是最大的重点 因为5G其实只是一个目的 它要加速来实现 就是包含AR扩真实境 VR虚拟实境 还有像智慧工厂 自驾车这些应用 那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智慧工厂 跟5G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 你透过物联网 物相联之后 你可以在远端 就能够监控遥控 比如说包含无人搬运车 或者说像一些呢 自动生产线 而且呢 能够让生产线上的一些产品呢 能够得到即时的一些 生产数据的回馈 而且你是远距的监控 当然呢 要这个一分一秒 都不能差的呀 对 所以其实呢 未来这个5G 在发展过程当中呢 才能够帮助这些 自驾车啦 智慧工厂的实现 这个中华电信 是我们国内目前呢 这个大动作投资的 电信商的代表了 因为今年的资本支出呢 高达431.5亿元 那这个金额有多吓人 它远远超过4G的时代 而且也比去年呢 增加了195.5亿 算起来呢 跟去年比大概增加了8成之多 那基地台原本规划的目标 是要在5年之内完成 5G基地台建置 现在要加速度了 提早在3年之内就完成 而且呢 今年底的目标 就要超过1万座基地台 而且越早完成 基地台建置越快 商机越大 对 那另外呢 中华电信呢 它要推动了这个企业专网 其实这个商机很大 这个有利于5G的应用 那我们必须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企业专网 我们看这里 企业专网就是呢 现在其实有很多公共的网路 那企业它可能有些需求 它希望走专网 就是说这一条网路 是我专门在用的 那独立运作 那就避免呢 公共网路可能有时候会有塞车 那影响到呢 网路资讯的传递速率 而且很重要就是说 在网路的资讯安全上面 能够更得到保障 所以包含了像台积电 像鸿海 像日月光 像台数 像中油 其实都有意愿呢 来申请这个企业专网 所以IDC预计 在2020 2025年 将会有大概50%的企业 都会考虑来采用企业的专网 而且跟您报告 企业专网 台湾走在世界的前端 帮我来个白板画一下 您就知道了 这个呢 是我瑞涵 然后呢 这一家呢 是台积电 那一家是台达电 这边是鸿海 还有包括了 微良人在这 我们都会传图片 我们都会传data资料 所以呢 以前我们传data资料呢 就是用上面的云 上面的云呢 叫做公有云 可是问题是 我一丢丢 一万兆的图片 微良一丢丢 三万兆的图片 你就影响到了鸿海 如果大家都走 这条高速公路的话 所以影响到台积电 洪凯台达电 他们的运作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台积电上面头上 有自己的 洪凯上面也有自己的 台达电 有自己的什么呢 来叫做 私有云 而这个私有云呢 用到的就是 您刚说的 企业专网架构下的 私有云 对吧 没错 所以其实呢 对于一些中大型企业来说 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资本支出 而且我再次跟你补充一下 私有云呢 我可以传图片 然后透过这个 这边的网路过去吗 不行 只有归他们自己用哦 私有 微良也不能用哦 这样懂吗 所以速度才会快 机密才不会外线 聊了 来 据个文字 那所以呢 预估其实 未来会申请企业专网的 应该呢 尤其会先以制造业为主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需要做一些远端的生产线上面的监控 那尤其就是在半导体 还有像高科技的领域都会普遍来做采用 那其次还包括预计有像这个医疗业也会需要 因为医疗也会需要做这个远端医疗 你可能透过远端的一些医疗设备 直接透过这个5G网络去回传8K的高解析度的影像 那石化业可以远端去监控这个地下的油管 那还有像政府单位因为这个跟资讯安全的保密有关 所以这些都会带动企业专网的需求 那有了企业专网当然了就要收费 所以其实以后的中华电信不是只有营收获利来源 来自于我们缴的这个手机的月租费 企业专网这个费用其实就会带动他将来的成长 换言之中华电信或这些电信公司 以后因为企业专网企业的私有云 企业用的大户势必会很多 对所以要开始大量资本支出提早去做投资 那我问你因为之前他们在标5G平谱的时候 电信公司砸了很多的钱 人家就唱衰他说完蛋你砸这么多的钱 以后一定赚很少 可是话说回来这叫做短空长多 如果长线来看可以赚很大 那您觉得是看长还是看短 一定要看长 同意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资本支出 其实他就是为了未来下一阶段成长做准备 那当然短线上面可能近几年他必须先热烈 热烈一些折旧费用这是难免的 那另外我们讲台湾之星 其实也有积极跨入5G的投资了 现在他是跟宏姬集团旗下的宏姬自通 来一起投入到5G的智慧交通 那宏姬自通呢 其实他的强项就是专门在做电子票证系统 简单来说呢 当你去搭公车的时候 现在整合多卡 你可以用悠悠卡用信用卡 甚至用你的手机都能够去付款去逼一身 这个就是电子票证系统 那么目前要把它整合呢 建置在富康巴士 无障碍计程车 也就是说针对一些可能残障者 或者说银法族的需求 最后一页台湾的5G相关概念 国内外并进的检视 好那我们看一下中华电信 那其实元月以来法人还有做一些布局 那目前他本益比虽然高 不过我想未来如果随着他的营收获利拉升上来 基本上本益比会慢慢下降 而且其实历年他的配息还算是稳定的 那联发科其实元月以来 虽然外资因为有一些调节的动作 不过大致上股价仍然是强势 尤其到今天还是在创新高的 那核勤控过去因为获利不是那么好 所以目前他是属于在转机的阶段 那预估就是今年的一个营收获利 会开始有爆发的空间 所以本益比比较高 不过未来观察是不是获利数据 一绞出来之后本益比开始下降 那另外企机是专攻天线的 那目前来说本益比大概在20倍附近 中蕾是供微型机器台 那目前他的本益比是在18倍相对是比较低一些 好我们都没看过来中华店开始看到中蕾了 好那当然中华店 其实我想他就是均线持续在这边去做纠结 那短时间大概不容易大涨 不过如果是纯股族的话 你可以看到其实大概在年限以下来做承接 应该都是长线比较安全的位置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今天这一集 听到微良讲 原来我们国内电竞公司是短空长多 要看未来的话 那么请问您看 现在所有均线都就在这 我们不求多两三根就好 两三根快乐封关 红棒红棒红棒 就可以让均线揪麻花往上开花 那就代表 代表其实有机会 他来挑战之前这个高点 跟您分享了 第二档来 研发科 那当然这个就是强势股的代表 那我想一样就是沿着五日均线 来往上偏多操作 核情控 核情控先前大涨之后这波拉回 不过注意一下 大概又来到这个大量低点区的附近了 所以其实这里来说应该会慢慢的得到支撑 那同时配合季线正在慢慢的上扬当中 起积 起积目前算是比较整理 不过这一段时间量持续的萎缩 那这里有机会先打出一个双脚的短底 中壘呢 那中壘目前来看 年限这个关卡是比较重要的 短线上面也有机会打短底 不过还是要先回到年限之上 那代表均线纠结之后 才有走出中长多的一个格局 感谢微良 所以微良照您这么说 应该来最后一张 不是所有5G概念股都可以报股过年 没错吧 微良 对 没错 那还是要搭配就是法人动向跟技术面的位阶 好 因此整理一下了 我们国内的5G产业真的变棒的 雷发科做晶片 现在是for欧洲 怕他们找到了三个大咖 就好朋友去欧洲闯天下 最重要的是建立起独立的5G组网发展 独立组网发展 5G在这个商机裁蛋 内的部分当然就是中华电信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跟你讲电信公司在乎的是在企业用户 商机很大 因为私有云企业的专王 才是我们电信公司未来的期待性 因为会变成大客户 主要的银行重要来源 以上的重点 跟您做点分享跟掌握咯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下一个重点是这个 昨天释心给我这个题目 我左想右想一直想不通 可是我希望听仔细了 也就是回顾我们台湾 从头到尾的历史 台湾的所有产业的严格跟发展 万万没想到台湾的历年来 产业的发展 股市的兴衰竟然都跟美国政府高层的政策 有高度关系 我想问华爱第二个 英国呢 马上回来